- 牛說牛有理 熊說熊有理 到底誰有理 歡迎收看銀戰齊全 我是專業齊全分析師邱月良邱老師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台子期的瘦盤表現 台子今天以上漲74點來開出 那麼最低點就出現在一開盤的8點45分 來到10300 跟昨天一樣一開盤就見到了當天的低點 那麼隨後一路震盪向上 那麼最高點出現在接近中午的11點09分 來到10385 今天整個高低區間總共有85點 那我們看到現貨的成交量來到1098億 今天老師下的標題叫做脫江野馬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邱老師為什麼要下這麼一個標題 脫江野馬 我們都曉得 今天台子期是一個開高走高的行情 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今天早上看到台子期一開高 第一個想法就是怎麼樣 就是要找空點 今天開這麼高隨便空隨便賺 各位 如果你今天進場放空的話 你絕對討不到便宜 因為呢 今天基本上都找不到一個漂亮的空點 今天最好的做法就是順勢往上走 那麼今天台子期開高走高 可是呢 面臨前波的高點 10400就差臨門一角 為什麼 因為今天早上 美國股市雖然是上漲 但是幅度是相對的有限 那麼中國股市啊 今天早上一開 A50開得很高 可是呢 一開就已經把今天的漲幅 基本上都已經消化完畢 開高之後接下來就是震盪往下的行情 所以今天台子期沒有辦法成為真正的脫江野馬 一路往上衝 最大的關鍵點就是美中兩國的股市啊 今天早上表現的並不是非常的理想 那麼接下來 究竟台北股市有沒有機會再往上突破近期的高點 各位關鍵就在於說 這兩大美國跟中國股市能不能夠順利的站穩越線 各位這就是接下來要觀察的目標 那麼我們回到今天的行情 今天是一個開高走高的行情 各位你看今天的圖形 是不是就是應該要做多 做多才是最正確的方法 今天我知道有很多人啊 會想要去放空為什麼 因為他們手上沒有工具 他們沒有方法 他們靠的是直覺式的下單 所以今天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靠直覺啊 一定會非常想要進去放空 各位這非常的危險 而且第二個 如果你沒有辦法觀察到全球股市的變化 你也抓不到整個盤面上的脈絡 所以各位今天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多 而且呢越早做多 你能夠得到的空間越大 因為今天是一個開低走高的行情 各位老師要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所有的會員 老師的會員通通都是在8點45分 這個地方一開盤 我們就進場做多 待會我們會把今天實際進場的一個訊息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麼老師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早上我們的牛熊最前線 究竟怎麼樣替盤面的走勢來做規劃 我們來看 第一個 主力台紙進多單水位再度上升 後勢不看淡 第二個 美股黑翻紅結算前戲多頭表態 有利台股 第三個 早盤開高爆量上檔形態壓力沉重 賣壓出容 第四個 美元短線雖然拉回 但是具有形態的支撐 不利外資買盤 我們看一下電燈泡結論 昨天美股由黑翻紅多頭氣盛 帶動台紙今天早盤開高 未平昌量台紙還是達到9.1萬口 期貨的動能充沛 避險空單退場 早上逆價差大幅度的收斂 有利多方 入股能否開高走高為今天的關鍵 要留意9點半現貨開盤的走勢 台紙開盤價10300沒有跌破之前 空單建議是觀望為宜 今天早上9點18分 所以各位 如果在今天早上9點18分 也就是現貨開盤沒多久 你就能夠收到 老師替大家準備的這個 牛熊最前線 你是不是只要花一分鐘的時間 就能夠快速的掌握 今天所有盤面上的多空重點 我知道有很多投資朋友 一直以來都是有多單 看多的時候就去找這些多頭老師 看他的節目在講什麼 各位他每天都告訴你是買點 天天都是起漲點 那麼有一些有空單的朋友們 或是你看空的人 就去找一些空頭老師的節目來看 他每天都告訴你世界末日要來了 各位 如果你一直以來 只是選擇興趣吸收 你想要看的這些資訊 基本上對你的操作是沒有任何的幫助 你只是在找尋自己心裡的安慰而已 所以老師希望所有的人 每一天早上都能夠知道 了解到今天所有盤面上多空的重點 你才能做出最正確 而且最客觀的判斷 那麼很簡單 你不用花太多的時間來準備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拿出你的手機 打開你的Line 加入老師的ID 我的ID是 小老鼠A0800370888 小老鼠A0800370888 每天早上都會提供你獨家的 牛熊關盤重點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這是完全免費的資訊 為什麼很多人都問說 老師為什麼要準備這些資料 各位要花很多時間對不對 老師最主要就是因為 我在期貨圈子裡面打滾了17年 真的看過太多太多的散戶朋友們 10個進來有9個都是躺平出去 大家都賺不到錢 因為很多人都找不到 到底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很多人都靠感覺來做單 真的非常危險 就算今天你不是我的會員 都沒有關係 老師就是希望能夠貢獻我的所學 貢獻我的智慧 能夠幫助到所有喜歡 期貨當中的人 各位這個市場上 錢永遠都沒有 都賺不完 但是最主要就是 你有沒有抓到重點 老師希望你對老師有興趣 對覺得老師的專業夠的人 希望你天天看老師的節目 你就能夠慢慢慢慢的成長 那我們再看到 這個是牛杯杯的新聞 中國資本市場發展 銀保監會及證監會其身支持 各位這個新聞 其實內容的重點非常簡單 我們都曉得過去一段時間 整個中國大陸的股市 漲得非常的火爆 每天都是直線的一個上漲 可是這個時候官方開始出手 在打壓這個多頭的走勢 但是真的官方就是要讓行情回檔嗎 這也不見得 因為在這個新聞裡面 他有講到 這兩大的主管機關 都希望這個受險的社保基金 這些長期的資金 能夠投入到大陸的股市 穩定股市的一個發展 各位可以想到 這些資金其實金額是非常的龐大 如果再加上MSCI這個效應 外資進去的這些 外資進去的這些 大龐大的一個資金效應 兩筆加起來 對中國股市來講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良性的一個發展 所以如果中國股市 能夠繼續往上來做一個挺進的話 對台北股市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A50指數 它所代表的就是中國指數 中國大陸的股市 那麼跟台北股市你可以比較一下 其實這兩個市場 在過去每一個重要的高低轉折點 幾乎都在同一天 這也代表兩個市場的連動性很高 所以我們往往可以透過 A50指數的走勢來判斷台股接下的方向 那麼A50上一次在1月15號的時候 順利的突破這個重要的景線 各位 這個景線的位置是非常的重要 1月15號突破10800之後 就是一路往上不斷的一個上漲的行情 那麼同一個時間 台股也是一樣突破景線之後 也是出現盤漲的格局 那麼最近你可以看到 A50短線出現的拉回 但是這個地方它還是嚴格來講 還是一個往上的格局 如果能夠繼續往上挺進的話 各位 當然台股要突破前波的高點 這個機會就會相對大得非常的多 所以各位一定要觀察到 要記得我們在開盤的時候 重點就是昨天美國股市的漲跌 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我們的開盤價 可是盤中的時候 你一定要關注中國股市的波動 因為盤中我們的連動性是非常的高 那我們再看 這個是3月份台子期的60分線圖 上一次老師有特別畫出來 它的技術形態上出現了一個 頭肩頂的形態 基本上這已經是一個完整的形態 達到了滿足點 所以呢昨天的低點 就是在守住前天的低點 沒有跌破守住這個關鍵的景線 所以今天就出現開高走高的行情 那麼面臨前波的高點 其實只有一點點的距離 各位你要知道 如果在往上突破的話 原本的壓力會變什麼 各位我們都曉得 一旦是創了近期的新高 過去的壓力都會轉成支撐 所以從技術面來講 現在對多方其實是相對的有利 只要有一個利多往上漲上去的話 就有機會帶動一個波段的一個走勢 那我們再看 這個是熊媽媽告訴我們的新聞 這個股市啊修正還沒有完 大摩說 S&P500今年獲利預期下降4到5% 我們都曉得 過去啊尤其是在12月去年12月的時候 美國的耶誕節 這個時候美國股市見到了低點 然後呢出現連續52週的上漲 那麼這不斷不斷的上漲的過程裡面 這個時候已經上漲了將近17% 以S&P500來講 已經上漲了將近20%左右 可是呢同一個時間 他們對未來企業的EPS的估計啊 卻是大幅度的下修 也創下了歷史回撤的一個高點 所以現在大摩認為說 這一波的美國股市 基本上叫做無稽之談 這無稽之談就是沒有基本面的反彈 能夠走多久 其實是一個相當大的問號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是S&P500 老師要特別來解釋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常常聽到 什麼道瓊指數 常常聽到NASDAQ 其實呢另外一個S&P500 才是美國交易量最大的指數型商品 所以呢各位 其實S&P500才能夠真正大部分 代表美國企業的一個走勢的發展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的成交量是最大的 所以呢我們來看 從去年9月份 下滑到12月跟道瓊 NASDAQ一樣 都進入了所謂熊市的一個跌幅 但是呢這一波的反彈 其實也是非常的乾脆 不斷不斷的往上 都沒有出現一個波段的回檔 但是事情在這個地方出現了變化 在面臨到前波的技術面的壓力 它開始出現好幾天的回檔 來導播請拉近 但是呢昨天你可以看到 昨天一個利多之後 它站上重新站上了月線 重新站上了月線 能不能夠站穩月線 甚至挑戰前面的壓力 這一鏡這幾天的走勢 就是非常的關鍵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到 美國股市這兩天 加上中國股市 能不能夠守住月線 就是台股接下來的多空關鍵 那我們再看 這個是美元指數的日線圖 美元指數上一次在這個 關鍵的97美元價位 好幾次都來什麼 都來挑戰都失敗 至少有四次的一個機會 可是呢我們發現上個禮拜 出現一根長紅棒 直接突破了前面的壓力 這兩天雖然出現回檔 但是呢沒有跌破這個地方的時候 大家還是啊有機會看到 美元指數震盪在往上 因為高檔拉回 沒有破前面的高點 基本上這裡都還有機會出現反彈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看美元指數 大家要知道 過去一段時間美元走弱的時候 外資啊一大筆大筆的買進 買超台北股市 可是呢如果當美元走強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最近這幾天 外資是把原本的買超 轉成賣超 所以美元的強弱 對於未來外資的動向 具有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影響 所以你想要知道外資的動向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透過觀察 那個美元指數的強弱 那我們再看 雄說雄的理 牛說牛的理 到底誰有理 老師要告訴你 實戰才是硬道理 今天是一個開高走高的行情 我相信很多人沒有工具 靠直覺下單的人 一開高就是拼命的找空點 這邊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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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空在哪個地方 你都沒有辦法全身而退 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多 而且越早越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我們的會員 在8點45分的時候 就會收到一個指令叫做 10305在這邊進場做多 老師要特別強調一次 我們的試駕單 不管是台子旗 不管是A50 老師所有的試駕單 一天只會出手一趟 也就是說你所看到的 都是我們會員 當天唯一一次進場 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 同步老師每天都是大賺 通常第一波停損講第二波 第二波停損講第三波 每天扒過來扒過去 永遠只講中間賺錢的那一趟 如果你有參加過同步老師 你就會知道 我講的絕對是真的 很多老師在節目上天天大賺 但是會員心在躺險 明明被扒來扒去 會員今天賠錢 但是老師在節目上 說得嘴巴全部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參加我的會員 絕對不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我跟大家保證 我們一天只會出手一趟 你看到的都是我們當天 唯一一次進場 而且每一個會員的進場點 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在這裡 你今天只要是我的會員 一定是在8點45分 收到10305進場做多的訊號 那麼我講過 我們的停損點就是30點 守住停損之後 一路報報報 報到最後我們在一點鐘 收盤價給他平倉出場 一點鐘來到10364 今天跟著我們這邊做多 在這邊放空 各位兩口台紙就有118點的價差 等於新台幣23600塊 要不要進進出出 完全都不用 因為一早我們就把方向告訴你 一開盤就告訴你 我們來看一下 早上8點45分淋巴鳥 起子目前10305附近 收訊後務必試駕做多 至少兩口大台 停損顏色30點 我們來看 我們多空智能指標 有什麼優點 第一個速度 開盤後快速判斷多空 今天早上8點45分08秒 我們的系統就出現 強烈的做多訊號 這個時候 如果你能夠跟著我們一起進場 你是不是就可以買在最低點 你有只有一個問題嗎 你一開盤進場 你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賺多賺少的問題 因為你是買在起漲點 買在最低點 只有最強的多空判斷軟體 才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而且第二個 我們的點位明確絕不含糊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點位 各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絕對沒有什麼正負10點 正負20點這種東西 很多老師都喜歡打迷糊仗 告訴你這個地方正負10點 正負20點 隨便找一個點做多 各位 如果你是收到這種訊息 到底要選哪一個點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只要是我的會員 通通都讓你看得到 吃得到 而且不會告訴你說 積極的人在這裡進場 保守的人在觀望 請問一下 做期貨還要先信項測驗嗎 當然是不用 你只要是我的會員 絕對說一不二 一定是10305 今天進場做多 那我們再看一下 可靠老師每天都會親自調教參數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我們都曉得 期貨的走勢千變萬化 每一天會影響的因素真的非常的多 包含未平昌量 包含波動率 包含全球股市的漲跌 不可能一套軟體都沒有經過調整 每天都可以幫你賺錢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有一個好的軟體 好的邏輯 加上一個有經驗的分析師 每天去調整參數 才有辦法發揮它最大的效用 所以從現在開始 如果你也想要一開盤 就知道今天的方向 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打電話進來 明天你就是贏家 我們進一段廣告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亞洲投顧邱老師 一天一趟轉彎收工 不留倉 不凹單 Money Money很簡單 真正16年的起始實戰經驗 一門深入精準分析 洞西路股掌握契機 是您不可錯過的當成天堂 將專業交給老師 將專業交給老師 把鈔票留給自己 贏家專線 贏家專線 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 亞洲投顧邱老師 一天一趟轉彎收工 不留倉 不凹單 Money Money很簡單 真正16年的起始實戰經驗 一門深入精準分析 洞西路股掌握契機 是您不可錯過的當成天堂 將專業交給老師 把鈔票留給自己 贏家專線 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 贏家專線 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 A50指數天天A50點 各位投資朋友 這種老師開始在電視上 跟大家介紹A50指數 有越來越多的朋友 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而且一加入之後 都充分的感受到 A50真的是一個 非常適合當充的商品 那麼也接到很多的投資朋友 打電話進來問說 邱老師真的有這麼準嗎 很多人過去啊 參加過非常多的同步老師 每個人在節目上 都講得天花亂墜 各位 但是事實上 等你加入的時候 你才發現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邱老師啊 也許會員不是最多 但是我契約率 絕對是最高的 因為每一個人進來 都很清楚的看到 老師在電視上講的 跟他所收到的訊息 絕對是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還在觀望 我歡迎你趁現在這個機會 趕快進來 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A50指數 我知道很多人啊 都覺得說A50指數 從來都沒有聽過 感覺很陌生 其實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這A50跟我們常常 聽到的摩台子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都是在新加坡交易所交易 你做摩台子 就等於做台北股市 你做A50 就等於做中國股市 不用再透過ETF正一反二 各位 你透過ETF 有一個最大的盲點 什麼盲點呢 我們都曉得 台北股市一點半就收盤了 下午的時候 有時候整個中國股市的波動 非常的劇烈 有時候你賺錢的單子 你要跑 你沒機會跑 有時候你賠錢的單子 你想砍你也砍不掉 隔天又一根跳空 所以如果你真的 對中國股市有興趣 老師建議你 你不一定要加入我的會員 你就用A50來操作 才能夠百分之百 聯動中國的股市 那麼當然 如果你想要找一個好的方法 好的工具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的A50特戰隊 條件成立馬上出手 當日從小數戰數決 千錘百鏈戰力十足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A50是一個開高 橫向震盪的行情 各位在下午一點的時候 快速的出現一個回檔的走勢 各位你可以看到前面這個走勢 你自己看的話 你覺得今天該怎麼做 我相信如果你沒有工具的人 你一定不曉得該怎麼做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你會很清楚的 在今天9點08分的時候 9點08分的時候 告訴你在這個地方 12560 在這個地方 12560的地方放空 這個地方空下來 哪裡可以A到50點 各位9點31分 不到半個小時 12510就來了 今天又順利的打完收工 成交的5口A50 總共有250點價差的機會 各位 5口A50 保證金只要新台幣13萬 今天你就有機會 得到250點的價差 我們來看 這個9點08分的時候 我們A50指數目前 12560附近 收訊後請務必試駕做空至少5口 預掛5口空單在12610 提損點設在12635 你可以從訊息上很清楚的發現 我們不管是進場點 不管是加碼點 不管是停損點 都交代的非常清楚 絕對讓你絕對看得懂 所以你現在就算你要做A50 你也不用去研究它的基本面 你也不用去看它的技術面 你也不用去看它的消息面 你今天只要看得懂中文 收到訊息之後按表操課 把訊息告訴你的營業員 或是自己通過軟體下單 你就可以跟我們的會員一樣 今天就是市場上的贏家 各位真的非常簡單 你什麼都不用懂 你只要看得懂中文 就可以賺錢 那麼很多人都說 老師啊你的勝率 每天看你的節目都好高喔 各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知道有很多投資朋友 過去參加過很多的老師 每天電視上都是大賺 可是事實上他出手很多次 但是老師跟大家保證 我們一天只有出手一趟 你所看到的都是我們 當天的唯一一次進堂 也許你過去被傷害過 看過很多其他的老師 但是我希望 你給自己一個機會 你打電話進來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當贏家 各位過去的一切 都沒有關係 不管你過去跟過哪個老師 不管你過去操作的績效好不好 從現在開始 你真的有一個新的選擇 為什麼A50勝率這麼高 今天的波動總共是200點 台子今天的波動是85點 你可以發現A50的波動 幾乎都是三倍以上的台子起油 我們都曉得 波動越大代表當衝的機會越多 我們做當衝的人 從來都不用選邊站 各位選邊站你就輸一半 一定要記得 我們只要有波動 波動夠大 對當衝來講就有賺錢的機會 所以波動越大代表我們的機會就越大 我們就來看 這2月份的時候啊 2月份的時候 我們11次的出手拿下10次的勝利 唯一的一次就是2月11號 當天打到50點的停損 其他每一個勝就是當天一口單 至少賺50點以上 我們才叫做一個勝喔 那麼這個位就是沒有打到停損 沒有打到停利 事實上這兩天都是小賺出場 我們就不給他計算 我們只要賺我們 算我們有賺超過50點的部分 跟著我做30萬 各位2月份總共有13萬5000塊的機會 30萬每一個勝代表當天 你就是賺1萬5 1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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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想像自己每天收入多1萬5千塊嗎 而且如果你是用100萬來做的話 各位這每一個勝的背後代表就是5萬 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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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想說老師是真的嗎 我告訴你所有的會員都是我的見證 老師一天只出手一趟 我希望你過去可能操作績效不怎麼樣的人 你想要找一個當充的天堂 A50就是你最好的選擇 不用自己花很多時間去研究 你只要參加我們的會員 每天按表操課 你就發現你的口袋裡面 你的帳戶裡面每天都有錢來進帳 甚至有一些媽媽跟我講 她從來都沒有做過期貨 但是呢參加老師的A50特戰隊 每天把訊息交給營業員之後 她發現她的帳戶 一個月下來 各位多了10幾萬 她從來都沒有發現 原來期貨老師真的會帶單賺錢 我們就來看 我們當初天堂A50 一次十口效果顯著 一天一趟控制風險 跟著我做一次十口單 保證金最多只要26萬 你錢多的人可以做20口30口 只要把停損設好 這都沒有問題 而且重點是我們一天只做一趟 嚴格控制風險 老師絕對不是那種表演系的老師 我在一開始做軟體做什麼 做這些邏輯的時候 就是希望我的會員 每天都開開心心 安安全全的進場 快快樂的一個賺錢獲利出場 所以呢 我們完全不流倉不凹單 而且一天只出手一次 做期貨當中 每天都是新的開始 這樣子才有辦法 讓你每天都能夠睡個好覺 我們就來看 老師是期貨專賣店 絕對不是雜貨店 很多老師啊 股票也講 期貨也講 選擇權也講 什麼都講 什麼都不奇怪 但是你想要當贏家 就要找真正的期貨專家 邱老師就是期貨專賣店 現在2019萬更久 168一路發到年底 各位投資朋友 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2019年絕對是 當沖的最好的一年 打電話進來 明天你就是贏家 再會 本部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專門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